魔术师约翰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魔术师在七十年代落 进入了联盟 在将头来历的带领之下 胡云队开启了收藏时代 那个时候看胡云队打球 绝对是一种享受 诡异的传情 闪电般的突破 人球在他的手中玩出了花样 学妹也开始真正的注意到了这项运动 并且联盟也趁机推出了黑白双煞这一招牌 但是问题影响力 魔术师约翰逊比大鸟多多要大胜许多 甚至从老准毕业上来讲 推动NBA进入全新的商业化阶段的球员 应该就是魔术师约翰逊 莫克尔·乔丹 乔丹对于NBA 甚至是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都是十分之大的 自从乔丹在1984年 横空进入到NBA之后 利用自身强大的魅力与技术 为NBA系列抱怨的全球走私 正是在乔丹再进入NBA之后 某一个暗号篮球的人 也不知NBA的 黑曼巴科比 科比被为乔丹之后 公认的NBA历史第二分位 一生容易满满 其具满的外形 超高的篮球技术 不服输的黑曼巴精神 都让科比在全球全有大量粉丝 尤其是在中国有着无数的粉丝 相信很多人看NBA 都是冲着科比看的 想迎着运营大东有NBA的全球知名地 越不养着猛猛 小龙馆以后的科比 便遇到了严重的伤病 更见策略 这个伤病彻底让科比开始走下坡路 刚好联盟有一个叫乐地缆的家伙 他身穿23号球衣 还在科比得购那年 抢走了科比本带要拿下的 常攻赛MVP 但是遗憾的是 受伤的务能科比与乐地缆 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都绝过 也让世人有了遗憾 但是这个冲冤不休的热议 也将将每次推向了联盟的最前观 运行一之中推动了联盟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小编带给大家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到下方留言回复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 关注 分享 谢谢大家